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在去年办理了原住民慢食产业据点 营造以及国际慢食论坛的活动 和14家餐厅的主厨 组成了原住民族慢食厨师联盟 而在这周末两天 特别选择在花莲市北冰的太平洋地景公园 举办了原住民慢食主题活动 春天慢食乐 规划了野餐区 14家慢食餐厅区 体验工作坊以及音乐展演活动 吸引了不少乡亲 利用周末假期来到现场野餐同乐 花莲县府26、27日周末两天 于花莲市北冰段太平洋地景公园 举办原住民慢食主题活动 春天慢食乐 现场规划野餐区 14家慢食餐厅区 体验工作坊及音乐展演舞台等 除了端出原住民慢食餐厅春天好味道 也发表华林原住民慢食餐厅手册 我们的这个跟慢食联盟 厨师联盟签约的 世界的这个慢食组织里面 可以搜寻到我们 14家的我们慢食厨师联盟 厨师请站起来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花莲之光 哇 这个在世界慢食 我们的厨师联盟都可以查到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哦 这是花莲之光对不对 谢谢台湾之光 谢谢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两天的这个 麦食下午茶 真的是秒杀 我们要谢谢所有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的麦食 我们这个 我们满满的心意被大家看到 透过饮食 透过你的舌尖 透过你的味蕾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 当然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大厨的用心 再次掌声谢谢他们 现场14家原住民慢食餐厅与厨师 分布在花莲北道南的重谷县及台11海岸县 横跨五乡镇 不论是一米食 蔬食或是以水产为主打 都充满职人精神与原民文化背景 另外还有部落慢食料理工作坊 传统器皿制作活动 吸引不少民众以野餐的方式 环保的精神细细品尝和同乐 除了吃出原住民传统文化 也体验花莲原住民族文化的慢食饗宴 记得讲帮演花莲师报导